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就再次更新 被两莫下不见 从未改变 小伙子 你那么远那么赶 是不是因为爱情啊 你不说就肯定是的了 怎么了 两口子闹别扭了 打架了 你这岁数应该有孩子了吧 为了孩子你也得忍呢 小伙子 你到泽州来干什么 出差 出差 我也是来出差的 我这次是到泽州 来签一个饲料河头 我在老家开了个养鸡场 生意不要太好 我在我们老家怎么样 也算是一个小小的企业家 当时我老公追我的时候 穷 他怕我看不上他 然后呢 又没钱给我买礼物 就悄悄的去学习织毛衣 你看这件 就是他给我织的 好看吗 小伙子好看吗 我知道 你们有钱人是看不上的 但是我觉得好看呀 我穿了好多年了 都舍不得扔 我还是觉得我老公 给我织的这件毛衣暖和 真暖和 小伙子啊 两口子过日子呢 就是你对我好 我对你好 你喜欢我 我也喜欢你 能够多见面就多见 你干嘛突然对人家这么好 不过我们老百姓呢就是 你对我好 我也会对你好 你要是想吃 你就到我家来随便吃 你要非得 你的变化 我担心你就像梦一样 消失了 突然间世界空了 我最惧怕 你要不要来一家 我最惧怕 所以就紧紧的围绕你呀 就再次更新 微量落下不见 从未改变 诚信许愿 就是希望你围绕我身边 直到太阳升起 生命会到阴点 从未改变 我的喜愿 请求你来点亮我的世界 我的世界 小伙子 我到了 我就先走了啊 大姐 您这件毛衣 好看 是吧 我也这么觉得 祝你 早日找到你的爱情啊 拜拜 拜拜